而收到现在台中七旗有两间百货公司正值周年庆 所以假日呢人潮更多了 很多民众为了省时间 不想走到一百多公尺外的斑马线 就直接的想要来横跨马路 跨越着中央分隔岛 在小跑步的过马路 就有爸爸妈妈抱着小孩 这样子横冲直撞的 其实非常危险 情侣手牵手 爸妈牵着小朋友 横跃马路动作都一致 左右观看来车 快步登上中央分隔岛 抓到没车的空档 往前跑跑跑 目标都是前方的败货公司 再看看另一头 从停车场出来的民众 三三两两 这边一群 那边一串 爸爸抱着小baby 不顾危险跑上分隔岛 连车子都被突然窜出来的行人 吓了一大跳 民众违规穿越分隔岛 全是因为斑马线还在一百多公尺外 步行其实只要两三分钟 但是为了省下这一顶点时间 可越马路实在相当危险 因为就比较进门在这里啊 要走一段 现在赶时间 我看大家都走这边 尴尬喽 穿越分隔岛的人被抓包好害羞 只说都是为了省时间 不管是归姐 还是要来逛百货的人 违规穿越分隔岛 全是因为台中七旗 这里有两间百货公司 要走到汇来路或是汇中路 才有斑马线 要步行一百公尺以上 民众为了省时间却违规了 依道路安全交通规则第78条 行人未一规定 穿越车道 可拔300元 那个不可以跨越了 那跨越就要取地了 勘快吧 所以产生了这种问题的话 我们会请我们远景 能够到现场加强的取地 为了直达百货公司门口 周年进大写拼 时政北七路放眼望去 民众冒险跨越分隔岛 上面的花圃泥土布满 大大小小的脚印 被行人踩成光秃秃 但最危险的画面还是这个 罚钱事小 如果因此发生交通事故 剩下的这几分钟 可一点都不划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俊朗林经文台中 财富报道